大家好 我是聶Sir 美國國債超過16年高 環球金融危機絕不是空談 現在去看美國國債 一般來說我們會看10年期 關注點是在息率上 當然如果作為投資者 息率越高當然會有一個越吸引的狀況 但正正是因為美國國債傾向上 大家會認為風險比較低 只要是很多投資者都會買國債 就變成了資本市場 股票和債券都會有一個資金流出的狀況 所以國債債息越高反而會不利資本市場的表現 這也是現時市場的憂慮狀況 看回現時債息的情況 10月23日曾經去過 5.21厘這個高水平 回顧時就是2007年7月19日以來的高水平 計算出來已經是超過16年3個月的高位 雖然近日稍微有少許的回落 但截到10月26日上午10點多時 債息仍然維持在4.96的位置 所以跟5厘差不多 亦令市場的憂慮仍然存在 有末日博士之稱的經濟學家魯斌尼 他曾經在10月中做過一個訪問 他提到市場低估了爆發大規模衝突的風險 這個大規模衝突的風險就是指向耳巴戰時的狀況 指向的就是下行的情景 這個情景就是黎巴聯和伊朗都會捲入這個戰爭 到時以色列不只是對著哈馬斯組織 而是會連伊朗都有機會成為他的目標 以至到衝突會有大規模的發酵 伊朗大概有2成全球石油經過伊朗輸出 所以當伊朗打仗時即時令到國際石油有2成的供應 會受到影響 自然油價會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對於環球經濟帶來一個巨大的影響 回顧過去的36年 1987年開始 就是美國的股災 到現在來說全球經歷了9次金融震盪 包括美國的股災 另外亦有比較熟悉的金融風暴 1997年 2008年的金融海嘯 2010年的歐債危機等等 這些災難性無獨有偶 都是債息抽升完後 就觸發到金融危機 所以這次來說 也絕對不能忽視這個狀況 平均來說 3至6年就會觸發一次的危機 對於上一次的跌市 就在2018年2月的時間 到現在來說已經市價超過5年 符合3年到5年的範圍 值得大家關注 另外亦可以去考慮 對於債息和市盈率有甚麼影響 以往我們去看的時候 市盈率越高 代表股市表現越好 但有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債息高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融資的狀況 所以從而令到企業的盈利下跌 一樣會令到市盈率會抽高 所以這個狀況就會出現一個未必那麼理想的情況 所以後續我們要留意 就是美股的走勢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內容 如果大家想了解我更多的分析 可以加入我在秒頭的聊天室 獵股共贏方 下午五星期